大家好,欢迎收看使用安格拉JS开发Web App 这一课我们学习到最后一节 使用增基调试项目发布程序打包 这个是整个课程最简单的一个项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好,增基调试项目发布程序打包 第一个就是开启我们的调试模式 然后我们要安装adb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把这个文件里面的adb 这个为什么要安装adb呢 我在下面找一下资料 adb是什么呢 就是安装的debuy 就是起了一个调试想要的作用 然后我们可以在eclipse中方便通过ddms来调试安装程序 说白了也就是一个bug工具 我们装上去就可以监听score这个通讯 我们可以借助adb工具 我们可以管理设备或者是手机模拟的状态 我们还可以进行很多手机操作 安装软件升级运行share程序 其实简单的你就说adb就是连接按钮手机的 与pc的桥杆 可以按用户在电脑上对手机进行传遍操作 这解释的fail上的详细啊 这个我已经在网上发布了这个这篇文章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这里面也有啊你看 好我们来介绍安装了这个东西 我们知道安装的这个人的这个的目的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三个文件考虑到这个目的夹里面 这个tool tool 看没 名字很相似 但是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他这个前面多了一个 名称 在tool文件目录下执行 adb insert 然后我们可以查看是否有认装 好 如果表示这个就安装成功了 我们现在插入我自己的手机来实验一下 好 然后我们打开命令 我们输入这个命令看一下 你看我就有个手机连接上面了 是不是 虽然它的名称不是很好看 我们拔掉以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没有对不对 当我们手机连上去以后呢 它会显示一个 有个状态 所以说这代表的也是什么呢 这个就代表了手机里面的程序已经装好了 这个还没有安装 对吧 我们再来查一遍 咦 我们没有识别到 好 已经连接手机 安全 模式等待 好 安装好以后 就是那个东西出现 我们就可以连接好 软件好以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里面还有我们很多 这个你看 显示系统中的全部平台 这个命令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我里面好像装了 SDK是19吧 运行的看一下 有点慢 然后可以看一下全部的模拟器 然后可以查看 查看帮助文档 有点慢了 有点慢了 关掉一些内容 关掉一些内容 你看 怎么这么慢呢 好奇怪 你看 4.4.2 然后 获取管理员的全线 安装一些包名都可以 然后访问设备训练号 这些都是可以 查看的 我们进入sharemos 卸载安装那些包 都是 这个就是安装包 卸载 是吧 窗 还可以显示 当前全部的模拟器 好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 需要的 我们就了解 不需要的 我们就很少去了解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常用命令 你看 是吧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然后呢 这一节课的就是很简单 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安装 主要就是安装ADB 然后就是开启那个模式 对吧 然后我们整个系列课程 已经就到 一段落了 对吧 总结 本期课程介绍了安格拉GIS的数据保定 安格拉GIS的模块 作用域 控制器的牵套 自定义的过滤器 然后就是 安格拉GIS的模块加载指令 动画效果 视图和路由等 我们学习的一套完整的教程 过滤器服务 还有很多高级功能 需要同学查阅帮助 进入滚档和相关资料 缺陷路还是很长 我们在这里讲解了一些 相关的知识点 要是掌握了 基本能开发一些外部APP 也能开发相关的移动外部网站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这门教程 谢谢大家